故事发生在一个草食与肉食动物共存的世界 切里顿名校发生了一些恐怖的凶案 一个名叫提姆的羊驼 被某同学杀死并吃掉 瞬间打破了草食与肉食动物之间表面的和睦 本故事主要角色分别是 第一次见面就差点把女主吃掉的男主雷格西 在校园里锋芒毕露 才华洋溢 但有着黑历史的财阀贵公子路易 以及因为弱小而继由肉体关系 已取得内心平衡的女主哈鲁 随着故事展开 主人公开始接触到这个比想象中更黑暗的世界 以上为Bistar动物狂想学的故事背景 没看过第一季 且对剧情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置顶留言提供的链接观看影片 好 让我们进入第二季的剧情吧 夜空下 雷格西 杰克和室友们等待着流星的到来 由于许久没等到流星 杰克决定到社团去拿望远镜 然而 拿了望远镜准备离开教学大楼时 不远处传来了异想 异想传自羊驼提姆被咬杀的地方 那里藏着一个有着六只眼睛的怪物 杰克被吓得连滚带爬得逃走 此日他把事情告诉了好友们 没想到他不是第一个看见六眼怪物的人 学校里早有传闻 那只六眼怪物是提姆的幽灵 说起来 提姆被吃掉的事已经过去了半年 但凶手仍未捕获 或许是提姆冤魂不散吧 同学们纷纷讨论到 经常去那里的学生 路易自隐时寄到现在 也已经失踪了两个多月 画面一转 雷格西约见了哈鲁 这段期间 他们偶尔会像这样见面闲聊 有了属于他俩的老地方 近日来 哈鲁被同学欺负的事数越来越频密 雷格西心疼的想帮他出头 结果立马遭到了哈鲁的阻止 雷格西这也才知道 是他误会了自己与哈鲁的关系 尽管曾经很亲密 但他们并没有再交往 当天晚上 又有两名同学亲眼看见了六眼怪物 而今天 雷格西听到了思思 莎莎那样的声音 失踪许久的路易回来了 路易对所有人表现得很冷淡 闭口不谈这两个月发生了什么事 而他此次回来的目的 是告知戏剧社自己退出社团 以及准备休学的事 尽管容貌没变 但路易的心境 已经在这段期间 产生了不可逆改的变化 画面一转 今天 是一年一度的全生物集结评议会 这是一个让草食和肉食动物的权威人士 都非常重视的会议 因为 名校切里顿学院 已经五年没有选出Bistar了 外加半年前发生的学生咬杀案 凶手仍旧逍遥法外 导致他们逼迫校长 得尽快从学院里选出一名Bistar 在这里我先给大家温习一下 第一季的设定 Bistar 是一个代表着英雄的称号 肩负着统领新生带的责任 带领新生带门摆脱世上的骑士 以及维系草食与肉食动物之间的和平 基于Bistar的大人人选 路易失踪 目前最有可能成为Bistar的 是母狼 朱诺 宿舍里 雷格西再一次听见了嘶嘶沙沙的声音 这一次 他甚至感觉到了来自阴暗某处的视线 然而 伙伴们一直都没有听见怪声 这让雷格西非常郁闷 独自一人待在洗衣房时 他终于忍不出开声与躲在暗处的生物对话 对方竟然是一条大蛇 身上长着类似眼睛的斑纹 远看就像长了六只眼睛 他自我介绍名为陆木 是这所学校里唯一的保安 最近已默默观察了雷格西很长一段时间 他认为 雷格西是这学校里最危险最有潜力的男人 所以 他用话语引导了雷格西 让他去调查杨驼提姆的咬杀事件真凶 基于雷格西本就有想要保护草食动物的想法 所以他答应了陆木 与此同时 被受注目的评议会也得到了结论 众人认为 英雄应该是自己诞生的 因此 大众一致决定 让找到咬杀事件真凶的人 成为切里顿学员的B-Star 次日 雷格西开始调查案件 其初 羊团们因为提姆的死 而憎恨肉食动物不肯合作 然而在搜查过程中 雷格西因为替他们抓住了偷女生体操服的小偷 总算让草食动物们对他改观 雷格西也顺利从提姆好友手中 拿到了提姆生前的日记 从日记里的内容 雷格西发现提姆倾听了某人的烦恼 并与该人成为了关系很好的朋友 不难猜到 那个人极大可能是最后杀死提姆的真凶 黑市里的某间鹿肉专卖店 狮子组成员们一改往日嚣张的气焰 温和的与店家提出合作关系 从此以后 如若其他黑道组织袭击着家店 狮子组会尽全力保护 但相对的 他们要领取店里一半的收入 其初双方一直都谈不拢 直到狮子组的新老大 鹿易出面 才终于摆平店家 没想到 失踪了两个多月的鹿易 居然成为了狮子组的老大 第一季结尾处 鹿易开枪射杀了狮子组老大 狮子组其他成员闻声赶来 鹿易自知没有胜算 万年俱灰 做好了被他们分食的准备 没想到 他们当中的其中一人 一步骑 认出了鹿易是某财阀的独生子 同时是先进备受注目的Bistar人选 于是立马命令其他成员不准吃掉鹿易 甚至要勇力鹿易成为狮子组的新老大 原来在这个草食者当道的世界里 作为肉食者的狮子组有着很多的难处 现在既然老大死了 只要把鹿易推上老大的位置 就可以利用鹿易这个红人兼草食动物的身份 去改变狮子组在大众面前的形象 鹿易拒绝自己被利用 倔强的举枪自杀 但失败 在他陷入昏迷期间 狮子们发起了投票 主题是 是否用力鹿易成为老大 结果 赞成和反对的票数一样多 于是 狮子们放弃了讨论 他们把一块新鲜的肉 放在鹿易面前 让鹿易和他们一起用餐 盖子一掀开 刺鼻的味道颜面而来 草食的鹿易根本经受不住这个味道 生理反应 一度让他当场小兔 鹿易知道 狮子组正在试探他 看他能否吃下这块肉 如果能 那他就会被纳入狮子组利用 如果忍不住吐了出来 就会被那些投反对票的狮子们 侮辱嘲笑 然后再被撕碎分食 鹿易不甘心自己落得那般下场 他告诉自己 我要活下去 拿起刀叉 他在众目睽睽下 吞下了一块肉 清晨 雷格西仍在思考着提姆的案子 因为提姆只有在戏剧社里 与肉食动物有交集 故雷格西推断 双手大概率是戏剧社的成员 同事社员的比尔 认为雷格西为了挑事 就是重提 二人在言谈间发生了冲突 期间 戏剧社新成员 比娜打断了他们 比娜长得非常帅 是个难得一见的美男子 但说话却十分直率 甚至轻浮 一开始便得罪了不少肉食社员 傍晚 雷格西再次与相熟的社员们 说起提姆的案子 不料 比起提姆的是 其他人对于雷格西和哈鲁 过夜那晚有没有睡过 更感兴趣 搜查结果仍旧一无所获 这让雷格西感到很郁闷 当晚他再度与哈鲁见面 在爱意与荷尔蒙的推动下 他们几乎就要接吻了 哈鲁还来不及反应过来 误会了哈鲁心意的雷格西 就站起了身 离开前留下了一句 以后就让我在远处守护着你 黑暗中 一个身影袭击了雷格西 对方的体格很壮 能够一脚就把雷格西 蒙上雷格西的眼睛 及捆绑其双手后 对方把他拖到了鼻触 显然 对方就是杀死提姆的凶手 之所以袭击雷格西 就是因为想警告他 继续调查提姆案子的话 自己就会杀了他 然而 凶手此举反倒让雷格西 想起了提姆对待肉食动物的善良 更加坚定自己要查出真凶的身份 抓住机会 他一把咬住了凶手 用味觉 触觉 却感知对方的牙齿形状 感受对方唾异的味道 对方害怕身份暴露 转身跑走 脱困的雷格西 艰辛的给最好的朋友 杰克打了电话 杰克急速飞奔到了现场 让他意外的是 一连是邪的雷格西 拒绝前往义务市 甚至下定决心要离开学校 变强再回来打倒敌人 这让杰克万般痛心 自从隐食剂过后 杰克就感受到了雷格西的不一样 他总是受伤 总是隐瞒着一堆事情 而现在自己能帮到他的事 却变得越来越少 离开学院的雷格西 独自来到了黑市 现在他唯一能依靠的人 就只有那个曾经救过他的熊猫 钢兵 他请求钢兵收套为徒 随着钢兵竟然说 要想一起修行 就得展示一下他的觉悟 接着 钢兵握紧镰刀 手起刀落 画面一转 黑市的某家剧场里 一群雄心肉食者 目不准精心赏着拖衣舞 此时在后台的草食舞女 扣斯莫正准备着 待会儿的压轴演出 她是这里的台主 大部分的客人 都是冲着她来的 草食女之所以在拖衣舞界 很受欢迎 是因为看她们跳拖衣舞 能够同时刺激食欲和性欲 当然 那么吃香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近期已经有不少草食舞女 被失去理性的客人吃掉 为了安全 扣斯莫只能在龙子里演出 然而 这让妒忌着扣斯莫的其他舞女 产生了不好的念头 舞女偷偷打开了笼子 导致一名失去理性的客人 冲上了舞台 扣斯莫本想闭上眼睛 并接受死亡 胡料路易率领着 世子组来到了现场 救下厚思莫 在路易的领导下 世子组成功转型 今天的行动 要让不少人 想要雇佣世子组成为保镖 极高的领导能力 成功让成员们 从一开始的质疑 变成了服从 但谁也不知道 路易其实不像表面那样 适应这里的生活 直到现在 她的身体依旧抗拒吃肉 每天吃进去的东西 最后都会反胃吐出来 只能偷偷靠营养剂补充身体 眼镜狮子 伊布奇从路易的行为 和日渐消瘦的身体 发现了端倪 因为当初是自己提出 让路易当老大 伊布奇认为 自己对路易有责任 于是偷偷到外 买了蔬菜沙拉 递给路易 画面一转 朱诺听到了路易 当上狮子组老大的消息 出于不想让路易堕落下去 他大胆的跑到了黑市 求见路易 会面时 路易问起了雷格西和哈鲁的近况 之后 他回绝了朱诺所提出 重返校园的建议 现在的他 看穿了这个强者至上的残酷社会 因此拒绝变回落小的自己 次日清晨 雷格西回到了学校 原来 钢柄拿起镰刀 只是剃掉了他脸上的毛 他让雷格西不要错过戏剧社的活动 唯有这样 雷格西才能抑制凶手 不让任何人丧命 现在骑的每天晚上 雷格西都会到钢柄那里修行 修行的方法非常特殊 雷格西每天都需要到黑市买一块新鲜的肉 接着 钢柄会把那块肉放在雷格西面前 再把门锁上 让雷格西用意志力控制自己吃肉的欲望 因为唯有当雷格西不想再吃肉的时候 他才能塑造不吃肉也能够变强的身体 故事回到路易的视角 他拿着退学申请给养父奥古马签名 硬扬言自己要与奥古马断绝来往 这些年来 他早就厌倦了这段 每个月借一次面的未父子关系 厌倦成为养父的棋子 然而 事实的奥古马不是路易想象中的无情 他只是一个不擅长表达爱的人 面对养子的举强相向 甚至回应说 等你变强 能朝我扣下板击后再回来 一周过去了 雷格西完全适应了修行 能够平静的触摸肉也不产生任何欲望 现在每当修行结束 他都会背着肉到海边去埋葬 每一个墓碑都有死者的名字 刚病这才知道 献行的雷格西会在买肉前打探死者生前的姓名 精力 在雷格西眼中 众生都是平等的 近日来 雷格西对哈鲁非常冷淡 希希经常已读不回 在学校碰见也假装看不见 哈鲁有些生气 雷格西居然那么轻易放弃了对他的感情 于是他傲娇的说 有异性朋友约他晚上出去玩 迟钝的雷格西开始明白 自己的一举一动 原来也牵动着哈鲁的心情 然而 在他发现哈鲁对这个社会毫无警觉心后 突然想出一个既能够保护哈鲁 又能解决他们关系的方法 表面上 哈鲁虽然生气的说 不会嫁给雷格西这种自作主张的男人 但随后 他却为雷格西拒绝了所有的异性 并声称 自己已经找到了喜欢的人 一天 戏剧社成员达奥不小心扯断了一名草食成员 鸡围的手臂 这让草食和肉食者好不容易和睦起来的关系 变得紧张 肉食动物力气较大 因此游了一个西负责把鸡围抱到医务室 在没有人敢捡起地上断臂之时 热心的老好人 利词主动帮忙把断掉的手臂一并送去 以上为Bistar动物狂响曲上半部的剧情 遇之后事 请留守Bistar原剧 又或是观看下星期的解说哦 喜欢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分享 我是魔女佳儿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